今天啊 库吉弯这边没出太阳 但是我想还是断了断了身体吧 所以就走出来了 到这以后呢 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你看 这这么多孩子在这游泳 我还想这是不是过海豚还是过鲸鱼 怎么这么扑通扑哼的 还朝着深海的方向 再仔细过来看呢 是人 然后呢 就都一直朝前走 这还有教练带着 他们大概是要朝那边那个岛上 那有一个岛 是要朝那个岛上去游过去 这个疫情期间呢 还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旁边你看了吗 原来这一个方盒子在的地方呢 它是库吉弯的这个旧生俱乐部 原本是一个黄色的 下面啊 这老式的这种建筑 在阳光底下看着呢 黄不吉吉的 芥末黄啊 还挺好看的 但是现在呢 疫情期间它就改了 变成这样的了 我怀疑这将来可能是饭馆 或者是又是什么高级的这种俱乐部 然后一人拿着杯香槟上那举着去 估计就是这个东西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吧 反正我觉得不如原来好看 你看这 这 健身的人特别多 在这儿 这些人大概是练腰腿呢 然后你看这些人了吗 是这个成年人吧 下海了 这而且是有明显的是有教练带着的 然后呢 他们估计都是在练这个 想练这种就是跳浪这种东西 酷吉弯啊 特别适合做这个 因为它那个水深的 下去的特别快 这不是闪腰率最高的 这个澳大利亚的海湾吗 就说这个事 然后呢 这个 估计这是疫情之后 因为在这之前 没有那么多有组织的活动 然后这一下子 满眼一看全都是组织好了 还都有教练 你看这个吧 是学校 这澳大利亚呀 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呢 就是这样 就是 澳大利亚去年出了一报告 就说呢 在2018年死了250多个年轻人 25岁以下的在海里给淹死了 这你想它才通共才多大的国家呀 这相当于中国一个城市 就是上海 一年在这海边淹死250个人 这够多的 所以呢 这个工党就说呢 你们要选我们 我们就要投入4600万的钱 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要掌握 基本的生存 这个和游泳的技能 结果呢 这莫里森 这个党呢 就开始说 那我们也要注意这个事 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 就是好像在学校里那样 平均投入 估计呢 他这个是 就等于走到各种各样的 俱乐部啊 或者是教学的点去了 然后就吸引这些 大人小孩来学习游泳和这个 救生 你看这小的 小孩这么点小 还有大个的了 然后这一下子 这季节一来了呢 游泳季一来了 就所有的人 你看都在这儿 看了吗 这是学救生的 那上面还抬着一活人呢 我想呢 能在那挺着 不乐意 够本事大的 这就 我们呢 现在就到这儿来 拧一通魔方 在人家背景下 也算活动 没活动游泳 但是活动手指头 这是提速了 我们自己拧 拧不了那么快 这个盖其实比我拧的快 但是架不住我这个 我把这个录像倍数加快 加的多 所以跟他速度差不多 然后这让我想起来呢 前几天这英国人啊 下水救人 这中国呢 又开始了 英国人大无私 贵族精神 勇士 骑士 这个那个的 我就说 那与其如此 你为什么不就 借着机会 在村里边 组织 教所有的孩子游泳 把这技能都学会 他不就没这问题了吗 哎 大周六的 我就不吐槽了 你看 这当爹的 领着孩子 带着狗 出来溜达 也不容易 再见